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派徐福曾经江苏干余出发 经韩国到达日本寻长生布朗药 其结果却是徐福定居日本自立一国 而在东南亚也有一个中国人建立的国家 如今人均国民收入达3万多美元 国民可终身享受免费医疗 年轻人经常能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留学 并且由政府买单 社会福利待遇之好 令美国人都羡慕不已 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跟随赤道哥来看看 明朝朱元璋令黄森平出世婆罗洲 也就是现在的加里曼丹岛 他们在东加里曼丹的一个河口登陆 因为抵达时筋疲力竭发生了传难 有的折断了手臂 因此称这条河为基纳巴唐岸河 亦为断首河 当时在断首河偏北的地区 是国力衰微的伯尼国 这个伯尼国就是金文来的前身 也就是今天赤道哥讲的 中国人在海外建的那个国家 黄森平和同胞在断首河流域迅速发展 在东加里曼丹岛建立了独立的华人政权 这个政权保有足以威慑敌人的强大军事力量 当时的伯尼国 由于难受印尼的控制 经常被要求向其进攻 东则常受到来自菲律宾南部时不时的侵扰 伯尼国苏丹 也就是他们的国王向黄森平率领的华人求援 在黄森平和华人军队的奋战之下 伯尼国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此后的30年时间中 黄森平由东部的断首河流域向北部也还发展 相继建立了中国城市 及今天马来西亚北部的哥达基纳巴鲁等城市 伯尼国的统治阶级更新换代中 黄森平一族世代跟伯尼国王室联姻 与国王一同设政 对华人则以伯尼国王自称 明朝中期以后实行海境政策 伯尼国不再向中国进攻 加上西方殖民者侵略 伯尼国能为英国殖民地 国号也改为文莱国 黄森平一族逐渐退出了文莱政坛 但民间一直有黄室奉黄森平为始祖的说法 文莱首都斯立巴加湾市有黄森平路 王室博物馆中有黄森平的遗物 20世纪初 文莱效仿西方创制国旗时 还特意在国旗中加上两道斜杠 以纪念开国的两位亲王 其中一条指的就是黄森平 如今文莱可以说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由于盛产石油及天然气 有东方石油王国之称 文莱与马来西亚的沙拉越相邻 被分割为不相邻的两部分 面积仅0.5万平方公里 别看地方只有这么点 但石油可是异常丰富 安巴 詹皮恩 曼里三个净海油田 日产原油20万桶 占文莱石油总产量的80% 总产量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 由于大量出口石油天然气 文莱获得了数目惊人的外汇收入 价值国小人少 国家预算不大 消耗不了的那部分财富 便被冲为国有公积金 归国网管 而据赤道格调查 为了让他近50万子民永远过是好日子 国王用公积金在美国好莱坞和伦敦等地 购买了许多豪华饭店 还在澳大利亚买有一个牧场 比文莱的国土面积还要大 此外 文莱还拥有每日德等国家 数百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虽然现在文莱富得流油 但是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仍然很大 文莱人口总数为47.2万人 华人约占总人口的10.23% 为了能够传承中华文化 文莱华人创建了华文学院 历史上 文莱始终保有八间华文学校 其中规模最大的 是目前位于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的文莱中华中学 2019年初 全校共2329名学生 其中74.3%为华裔学生 从这一学生比例可以看出 文莱对于中华文化的步与传承 虽然文莱如今摇姓一变 成为亚洲首富之国 人均收入3万多美元 但他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保持着往来的传统 这为当代两国的合作和文化交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自中国的商船 沿着文莱河进入斯里巴加湾市 给当地带来的是和平 留下的是繁荣 点赞支持下 欢迎关注 金卫香蕉即是环球 你还知道有哪些中国人 在海外建立的国家吗 评论区分享一下